台北车站大厅上午突然间烟雾弥漫吓坏了不少旅客 有一名许姓男子跟妈妈呢在上午9点50分的时候 在台北车站大厅发生了争执 男子突然间情绪失控 拿起大厅旁边的灭火器喷洒 警方获报立刻赶到现场将人压制送医 由于当事人的家属愿意赔偿灭火器还有清洁费 大约是3300元 所以台铁决定不会给当事人提出告诉 一大早台北车站的大厅地板出现大量白色粉尘 周边被围起封锁线进行清理 当地没在施工 这些粉尘来自大厅周边的灭火器 但北车根本没发生火警 灭火器被随意喷洒 全来自母子的一场纠纷 打开铁卷门的时候 看到外面都是泡泡跟脚印 然后是有听说那个打架的人已经被送到救护车上 然后他们是拿那个灭火器 好像本来是吵架 然后拿灭火器互喷 有下一条条 事情发生在27号上午9点50分 当时一名许姓男子和妈妈发生争执 双方越吵越激烈 男子突然情绪失控 拿起大厅旁的灭火器当场扫射 警察后报道场将人压制送医 该男子戏与家人争执之后 情绪不佳 于大厅使用灭火器喷上 现场经同仁予以压制后 强制送医 事发地点人来人往 台铁态度低调 由于当事人愿意赔偿 出估两支灭火器填充剂300元 再加上清洁费用3000元 台铁决定不提告毁损 只是单纯的纠纷 竟拿灭火器扫射 还好没有波及其他旅客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三文人周中林台北采访报道